艾達鎖到支柱橫風橫雨 路歐斯安那州大風道 墨西西比河水流方向倒轉左 由醫院屋頂的磚頭被強風吹走 越南左搖右擺 交通燈搖搖玉墜 多處有建築大樹倒塌 艾達星期日近中午 以四級颶風姿態 登陸新奧爾良以南的一個燕油港口 兩個小時後 在附近的加利亞諾再次登陸 期間最高風速達到每個小時240公里 是歷來登陸美國威力第五強的颶風 而入內陸之後逐漸減弱 當局收到多個球載電話 報分涉及船隻被吹走 和災民被洪水圍困 但由於惡力天氣持續 遲遲都未能派人搜救 有外島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淹淨 水深有長凳那麼高 民居窗外經心動拍 曾經造成大約1800人死的巨風卡特里拉 正正在16年前的同一天 吹襲新奧爾良一帶 當局說艾達只是三天 就由風暴增強到超強巨風 不夠時間組織39萬新奧爾良居民撤離 強調對卡特里拉風災之後 重建的堤壩有信心 但風暴帶來的影響陸續浮現 全州多處停電 包括整個新奧爾良市 要靠發電機供應後備電力 可能需要幾個星期才恢復 停電更影響排污系統 有地區限制用水 當局亦呼籲民眾要先煮滾才好用水 墨西西比州亦有停電報告 墨西哥灣九成五元油生產要暫停 汽油格價飆升 有線電視記者吳景儀報導 謝謝